看了这条视频啊 您不但能掌握如何给鸡肉去清 还能学会腊中带香 粗中有细的新疆大盘鸡 清洗干净的鸡肉 直接砍块 加上清水 要想做出地道的新疆大盘鸡 这鸡肉啊 千万千万别焯水 超过水的鸡肉 第一 再炖出来之后 这口感啊 它比较松散 另外呢 超过水的鸡肉 营养鲜味也会流失一部分 就像我这种 咱们通过这凉水的调洗 就可以洗去它多余的血水 这个就是鸡肉腥味的来源 一定要充分把它调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达到第一步去清的效果 做大盘鸡啊 一定少不了土豆 是吧 这粗中带细 这个细 哪来啊 就靠这个土豆反沙 这个土豆呢 一定选择这种稍微面一点的土豆啊 这样炖脱的效果更好 土豆啊 平时更多的时候 都是习惯性的直接切滚刀块 这样这个土豆啊 炖煮的过程当中 它反扎的速度会慢 就是呢 咱换一个做法 咱们把这土豆给它奔成块 用刀尖插进去 你看 一掰 这个我们叫做奔 你看啊 奔出这土豆啊 它这表面形状不一 这样呢 炖煮的过程当中 更容易攒上 炖好的土豆 直接放到清水当中浸泡 鲜酒 鲜葱 再配一点 胡椒 配上一些小葱 所有的食材准备好了 开火 锅里边来点理由 白糖 炒锅 炒糖彩 糖微微一翻炭 下入鸡块 大火翻炒 一定是把这鸡肉啊 炒到它脱水的状态啊 来 这会儿看这鸡肉 已经没有过多的水汽了 这会儿就可以加入香料 两粒八角 一块桂皮 两片香叶 加上一些小葱姜 继续煸炒 姜蒜下锅 提现豆瓣酱 干辣椒 料酒 加入开水 香蕉没过几兆就可以啊 来点生抽 我们说鸡鸭这东西啊 都是这样 够鲜 但是它也够鲜 通过这种煸炒 还先吃着这个清洗 达到两次去腥的效果 来 加上锅个 来啊 耐心等待15分钟 由于这锅呀 它密封真的特别好 你看 它这边侧边排气 真的起到一个小型高压锅的效果 所以这个熟的还特别快 这炖煮时间差不多了 炒一下 这会儿把这个分好的骨灶 来 下锅 简单的来一点味道 由于这豆瓣酱和这个酱油都有一定的咸度 所以这盐呀 适量啊 两克到三克之间 再来一点鸡肉 一个鲜啊 好嘞 加上骨豆之后 继续加锅盖 再煮十分钟 如果这会儿啊 您想配上点面条 得 您就可以起锅了 因为这汁啊 得多留点 为了不然 得拌面吃啊 如果直接吃菜的话 那这汁啊 咱还可以再收浓一点啊 得嘞 关火 起锅了 您的 by bwd6